李来群,象棋王座上的智者传奇,李来群,这个名字在中国象棋的历史上闪耀如星辰,他是中国象棋界的一代宗师,以卓越的记忆和深厚的奇异造诣,成为众人敬仰的象棋特辑打师。 但是他的棋风沉稳,运筹帷肩,展现出智者的智慧和勇者的魄力,他的一生是一部象棋的传奇,更是一段智者的辉煌篇章,童年时代的启蒙。 李来群,一九不九年出生于中国河北省坎丹市的一个普通家庭,他的父亲是一名象棋爱好者。 在父亲的影响下,李来群从小便对象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 七岁时,李来群便开始正式接触象棋,并迅速展现出非凡的天赋。 他常常沉浸在象棋的世界中,废寝望时地钻研棋谱,思考棋局。 少年时期的李来群,凭借着惊人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,很快在当地象棋比赛中斩鹿头角,他的名字开始在象棋界传开。 许多象棋高手都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,斩鹿头角的青年时代。 1978年,年仅19岁的李来群参加了全国象棋个人赛。 这是他首次在全国性的赛事中亮相,尽管首次参赛,但他表现出了过人的智慧和沉着冷静的棋风,在众多棋手中脱颖而出,获得了第六名的优异成绩。 这次比赛让他一举成名,象棋界的前辈们纷纷对他寄予厚望。 在随后的几年比李来群不断挑战着我,魔力奇异,他不仅参加国内的象棋比赛,还积极参与国际象棋赛事,以拓宽自己的视野和提升记忆。 1982年,他首次获得全国象棋个人赛冠军,成为象棋界瞩目的焦点,巅峰时期的辉煌成就。 1983年,是李来群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 这一年,他在全国象棋个人赛中再次夺冠,并在亚洲象棋锦标赛中获得亚军。 这一系列辉煌的成绩,使得李来群成为中国象棋界的领军人物。 他不仅在国内比赛中频频获胜,更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。 1985年,李来群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象棋锦标赛,与各国顶尖棋手同台竞技,他以其身后的棋意和沉稳的心理素质。 最终夺得冠军,为中国象棋赢得了世界级的荣誉。 此后,他联系多年在国内外赛事中屡获殊荣,巩固了自己在象棋界的霸主地位。 智者的棋风与折思。 李来群的棋风以稳健著称,善于在局势复杂的情况下找到突破口,化解危机,反败为胜。 他不仅注重布局的合理性,更强调中盘的攻防和残局的精妙处理。 他的每一步棋,都蕴含着深刻的思考和智慧,展示了他作为一名象棋大师的深厚功力。 除了棋意上的成就,李来群还是一位富有哲思的智者。 他常常在赛后总结自己的棋局,撰写棋谱和心得体会。 他认为,象棋不仅是一种竞技,更是一种人生智慧的体现。 通过下棋,人们可以学会冷静思考,审时夺势,培养坚韧不达的意志力和勇于挑战的精神。 教育与传承,作为象棋大师,李来群深知培养后背力量的重要性。 在他退役后,积极投身于象棋教育事业。 他在全国各地开设象棋讲座,教授年轻棋手象棋技巧和比赛经验。 通过他的悉心指导,许多年轻棋手得以茁壮成长,逐渐在象棋界展露头角。 李来群不仅在国内推广象棋,还积极参与国际象棋交流活动。 他多次赴国外进行象棋表演赛和友谊赛。 象棋界展示中国象棋的魅力和博大精深。 通过他的努力,象棋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,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棋手加入到象棋的学习和研究中。 个人生活与心路历程,李来群不仅是一位象棋打师,还是一位生活中的智者。 在繁忙的比赛和教学之余,他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和哲学书籍,从中汲取智慧和灵感。 他认为,象棋和人生一样,都需要不断学习和思考,才能不断进步和超越自我。 他的家庭生活也充满温馨和幸福。 李来群的妻子是一位贤惠的家庭主妇,他们育有一子一女。 闲暇时,他喜欢和家人一起散步,旅行,共享天伦之乐。 家庭的支持和温暖,使得他在象棋事业上能够更加专注和从容。 李来群,这位象棋王座上的智者,用他卓越的奇艺和智慧,书写了一段辉煌的象棋传奇。 他不仅在棋坛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,更通过教育和传承,为象棋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 他的一生,正如一局精妙的棋局,充满了智慧和哲思,给人以无尽的启迪和感悟。 无论是作为一名象棋打师,还是作为一位生活中的智者,李来群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刻的智慧,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象棋爱好者。 他的传奇将永远铭刻在象棋的历史长河中,成为后人瞩目的光辉典范。